上海有丰厚的红色文化资源 昨天以中共一大会址为核心 打造红色一平方公里历史风貌区提案 再度成为上海政协分组会议上的讨论热点 让我们上海引以自豪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一大会址和周边 国各的院员 国企的院员和国会的院员 都和上海有情节在 政协分组会议上新委委员提出 上海要围绕着红色一平方公里历史风貌区建设 提高中共一大代表宿舍和筹备会议等 就职的保护等级 修缮周边建党早期就职 设计红色就职最佳步行参观路线 打造革命就职建筑群露天博物馆等 自从2015年起 上海市政协就把挖掘上海红色资源 作为重点课题 2016年 上海市十三五时期 文化改革发展规划 将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写入其中 随着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展厅陈列扩容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的开放 这项红色工程也正在逐步推进 未来 上海将围绕这片一平方公里的历史风貌区 让红色源头融入城市血脉 我们在达向上海文化品牌当中 也是突出红色文化 给大家呈现一个党的诞生地 一个过去的历史的痕迹 让老百姓更感受到 我们共产党在建党的一种艰辛 体现到我们体现建党的精神 东方卫视记者张海燕上海报道